大家好,我现在到云南的各旧了 我是开车从墨江过来的 为什么要来这里啊 因为这里也挺有名的 因为房价低而出名 它和黑龙江的鹤岗很像啊 都是因为资源枯竭,人口流失 所以房价很便宜 据说在这里啊,几万块钱就能买一套房子 今天我就特意过来看一看 带大家看一下各旧这个城市的整体情况 它市中心呢,就是这个湖 这个湖叫做金湖 还是面积挺大的吧 整个城市就是围绕这个金湖建设的 这样转了一圈 湖的南边这一片呢,是老的市中心 这一片也是最繁华的 步行街啊,商业街啊,都在这一边呢 然后这里建设的还是挺好的 毕竟各旧呢,是以前中国的西都 这边的人还是挺有钱的 虽然说现在矿产资源开采枯竭了吧 但是人家展了不少家底啊 然后湖的对岸呢,是一座山 那个叫老鹰山 阴阳的鹰,不是那个老鹰的鹰啊 在这个山顶呢,有一个观景台 可以看到整个各旧的景色 改天我也上去爬一下 现在都笼罩在雾中了 看不到山顶在哪里 所以说各旧是一个有山有水的城市 这地方生态环境还是挺好的 很适合老年人养老 然后大家看这个湖边 坐着很多老年人啊 日子也很悠闲 然后这个湖边呢 还有很多人绕着湖在转圈圈 转着一圈呢,是四公里 也要一个小时吧 这个各旧啊 它是一个高海拔的城市 这个地方海拔1688米 昆明的海拔是1900米左右 比昆明稍微低一点 所以各旧这个地方呢 也属于高原城市 然后这个湖呢 也属于高原湖泊 然后对面这个老鹰山 它的海拔是2100多米 这个落差呀 有400多米的落差 所以这个山也是挺高的 再说回这边的房价 各旧的房价呢 是整个云南最低的 最便宜的 放在全国来说呢 跟鹤岗有的一拼啊 这边的均价 二手房呢 是3600左右 具体情况的呢 就是有高有低 像前面这一栋楼 又是电梯高层湖景房 它是最贵的 而且它离的医院这么近 后面呢 就是商业街 步行街 所以这边的房子最贵 五六千 然后那边的房子呢 就很便宜了 就三四千块钱的均价啊 然后还是湖景房 高层带电梯的 像这个老旧的这些房子 二三十年的这种房子呢 就更便宜了 网上呢 不是有一个外卖小哥 他在这边七万块钱买的套房子 那个挺火的嘛 但是他那个房子的位置不好 在那个山上呢 半山腰 离市区也很远 所以那个十万以内的房子啊 位置都不怎么好的 像这个湖边的这些房子啊 怎么都得十万以上了 湖边转完了 现在去它市区里面转一下 整个个就是呢 四十多万人口呢 然后市区里面住的十八万左右 人口还是挺稠密的 整个城市配套也挺全 生活是很方便的 你看那个地方还有沃尔玛呢 这规格可以吧 一般的小城市都没有沃尔玛呀 然后邮局啊 银行啊 医院 学校都有的 然后这边是人民医院 这里医院我都看了好几个了 生活确实很便利啊 这里就是各旧的市中心了 最繁华的地方 前面有两个很大的医院 这里人也是最多的 然后这边还有一个德克市呢 远处的地方还有一个麦当劳呢 跟我们印象中不太一样吧 没想到这大山的小县城里 还有德克市和麦当劳呢 一般这种地方不是只有华莱市吗 这个就是县城的商业街了 逛街的人还是挺多的啊 并不是我想象中的 以为那个人口凋零那种感觉啊 整个县城还是挺有活力的 不管是车上 马路上车水马龙了 还是这些街上人流如之 都感觉这不是一个收缩新城市啊 中午吃个张量麻辣烫 19块8一斤 已经过了饭点了 就吃个麻辣烫吧 买满一碗啊 25块钱 在这个金湖边 有一个当地比较有名的酒店啊 这个世纪广场酒店 这里有他贴的一个招聘信息 看看当地很有名的这个酒店 工资多少啊 服务员3000 船菜员2600 其他的 呃就是2400左右啊 包吃住的 这个世纪广场这个酒店 当地还是挺大的一个酒店啊 哎呀工资太少了啊 在这里养老还行 在这里工作的话 工资真的很少 现在是晚上的九点半 我又来到湖边了 主要是来看一看夜景 这个灯光并没有全部打开 夜景一般啊 就前面有一点霓虹灯 然后这个河边散步的人也少了 这么早就都回去睡觉了吗 而且这边也没有人跳广场舞 看这个广场上空空荡荡的啊 可能跟这两天降温了有关吧 这两天昆明这边 云南这边全部都降温了 昆明都下雪了 但是各就这里没有下雪 湖的对面那几个楼灯光还可以啊 那几个是高层电梯房 小城市的晚上就是很安静 很适合休闲养老的地方啊 好就拍到这里了 下个视频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